你好,欢迎收看8月20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花联县府20号在台开新天堂乐园 举办园艺百公二新书发表会 以原名传统首工艺精品精神 展现科技无法复制的工艺DNA 20位工艺家带来精彩作品 期盼透过台湾原生传统工艺 为疫情时期注入美学以及安心的能量 园艺百公系列专刊是花联县府 向原住民工艺致敬的书册 上一本园艺百公一是在2017年年底出版 因回想热烈之后再版 一刷二刷刻画20位部落工艺家的创作历程 20日与台开新天堂乐园 举办园艺百公二新书发表会 期望透过台湾原生传统工艺 为不安动荡的年代 注入美学与安心的能量 所以我要谢谢从园艺百公一级到园农百公 再到园艺百公的二级 不断的努力让内容更丰富 以及不断的更加往下去深挖 让我们的文化出的表层 再往下挖得更深 让我们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更加的迷人 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凝卓度更高 才能看到我们花莲的特殊性 也才能让大家能够对花莲追逐 以及好奇 这是我们在做的 所以我要谢谢 坚持了这么数十年 我们的工艺师 坚定自己的力量 让我们的文化艺术 不断的生根 以及更加的丰富 原民处表示 预计八月底开工的阳光电城 将改造为原住民文创产业旗舰馆 陆选园艺百公一、二 园农百公的工艺家其农士达人 未来将安排进驻创作或展示 园艺百公二也会在连锁书店 及花莲文化观光景点上架 让各部落最具代表性的 园民工艺之美被更多人看见 接着长邦彦财源商报导